特斯拉发布了新的三系 为何股价还是暴跌了5%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们知道在众人的一片欢呼声中 我们是迎来了特斯拉三系的小改款 也就是它最畅销的轿车系列 相信任何人看完之后都不禁地感叹 这个新的三系又将会是一款大卖的车型 虽然这一次改款没有改变 整体的底盘和内饰主要设计 但是依然是在比如说头灯 方向盘 后座的屏幕等等这些地方 给出了很多的亮点 相信集中很多元素之后 会成为其他电动车企业模仿跟风的开始 那么作为我本人的话也是一个爱车人士 我来澳洲20多年时间里面换过超过10辆车 各种小的大的手动的或者是电动的都开过 虽然在驾驶特斯拉之前 我个人对于电动车是充满了怀疑 但是实际上在体验完之后 我是毫不迟疑的就下单了 如果说我以前开的那十几辆车 像是苹果手机出世之前 那些还是在拼芯片 拼薄度 拼速度和电池等等的话 那么苹果就是靠它自己的生态系统和用户体验感 来直接降维打击的 像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等这些传统手机厂 那我觉得特斯拉呢 相比于传统的燃油车 其优势不仅仅就是在那些传统的什么加速指标 或者是电池续航等等上 更重要的也是我本人 对于同样是试驾了宝马奔驰电动车之后的体验感 就是特斯拉在其用户界面 也就是软件上 是我目前感受过汽车品牌中 电动车系统品牌中最好的一个 我们知道软件和用户的体验感 才是当时苹果制胜的关键 它并不是靠堆硬件 更不是靠像这个特斯拉一样 跟其他比的话 不是靠比加速 我们知道比加速它是跑车的用途 跑车注定就是一个小众产品 无法成为大众款 因此销量不可能上得去 如果销量上不去 那股价就上不去 所以要想把企业做大 就必须卖得多 而不是卖得贵 那么当苹果赢了诺基亚 靠的当时不是电池续航 也不是靠摄像头的像素 而是靠设计 更多的是靠苹果商店 所以如今像去年 特斯拉的Model Y 它是超越了丰田的克罗拉 成为2022年全球销量最高的车型 我觉得靠的也是设计和用户体验 好了说了那么多话之后 为什么这次小杠款三系一经发布 特斯拉的股价反而是下跌了5%呢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来猜一猜 毕竟谁也不知道 它真正当时市场里卖家的心思 那么在谈到特斯拉股价之前 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就是 市场上或者说是各个投资者 对于特斯拉的盈利模式 其实在过去一年多 大家都是有所怀疑的 首先我们要说一点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特斯拉仅仅是靠卖车来赚钱 错 特斯拉除了靠卖车赚钱以外 更希望是像苹果一样 靠软件来赚钱 那我们印象中 特斯拉所有的车载软件 都应该是免费的 怎么可能还能卖钱呢 的确我们知道呢 如果你用过特斯拉 应该知道它车载的游戏啊 影音系统啊都是不花钱 最多也就是一块钱 一个月十澳元左右的月费 这些也是稀饭钱 毕竟它需要分给 像Spotify或者是其他的软件公司很多 那么真正特斯拉希望是可以赚大钱的 实际上是希望客户呢 可以购买其升级版 或者是完整版的自动驾驶系统 根据现在在澳洲的价格 升级版我记得呢 大约是要4000澳元左右 全自动驾驶系统 更是需要1万澳元的价格 我们要知道 特斯拉其实每一辆车在出厂的时候 它的硬件都已经符合了 完整自动驾驶系统的硬件要求 所以其实只需要在程序上打开 你就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这就像是你买一个电脑 已经给你预装了一个基础的软件 试用款 你只要输入16位的密码 就可以解锁全部的功能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它成功卖出一套全自动的驾驶系统 对其生产成本来说 幅度增加额外的开支呢 几乎是零 没有任何硬件 但是如果我们把研发软件的费用 计算成一个固定开支 而且呢 是属于沉默开支的话 那么这一套全自动驾驶系统 所产生的一万澳元的销售额 可以说有99%都是毛利润 几乎就等于呢 其他的汽车品牌 卖三辆车所产生的利润 所以我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 特斯拉不仅仅是靠卖车来赚钱 更重要的是它是靠卖自动驾驶软件 来赚更多的钱 所以相比于传统汽车 辛辛苦苦的卖一辆车 还要等着每年来赚保养费 这种模式 特斯拉的经营模式就是 电动车里面的苹果手机 你买我车的时候 我赚你一次 你用我车三年 我再赚你一次钱 那么好 既然这个模式这么赚钱 为什么它发布了之后 股价还会跌呢 就是因为呢 它在发布新款的同时 另外它还宣布呢 它自动驾驶的软件 也会降价 这一降价呢 我们知道潜台词呢 市场里面投资者就认为 你就是因为卖的不多 卖的不够 才会要降价 什么东西是降价呢 要不就是过季款 要不就是卖不出去 你才打折 所以特斯拉的自动软件系统 一旦降价之后 让市场和投资者都觉得 你曾经自己宣传的 那个汽车界的苹果模式啊 或者说靠软件 再赚一辆汽车的钱 似乎没有之前说的那么好 不是你东西不好 是因为太贵了 毕竟呢 现在只有4000澳元和1万澳元 两个产品 相比于苹果手机里的软件 大部分是从1块钱到10块钱 来说4000和1万 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我本人 从长远来看 我还是非常看好特斯拉的 毕竟它现在的车载软件系统 是其他车厂所不能脾及的 它跟苹果很相似 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 不允许其他的汽车品牌使用 所以如果特斯拉能做一些 比如说游戏啊 小软件啊 它卖个三四块钱 五六块钱 我相信 以目前它在全世界 几千万的保有量来说 它可以轻松实现 几个亿的盈利模式 那要是真的特斯拉以后 可以像苹果一样 有上千上万个软件 让你去选择 我相信特斯拉 也可以做到像苹果一样 卖车赚一次 用三年 再赚你一台车的钱 那我本人对于特斯拉 长期的市场占有率 是有着非常大的信心 我相信这一次 新改款三系的出事 在未来几年中 将会有更多的市场占有率 如果它未来可以丰富 它的软件的产品和拉低价格 也会有更多的用户 愿意去花小钱来体验 那么其实呢 你经常花小钱啊 长期下来也绝对是一个 不小的数目 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呢 目前最大不确定的因素 其实呢 并不是因为它的软件的价格 更大的一个因素 其实是来自于市场不确定 特斯拉在中国地区的销量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国地区现在是 特斯拉全球第二大市场 仅次于美国之后 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 这个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呢 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所以对于特斯拉的股价来说 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了 大家不要忘记 当年特斯拉从月月亏钱要倒闭 到一下子翻身盈利 转折点就是呢 上海的超级空产开始投产 所以中国市场是帮助特斯拉 最终起飞的推手 但是也有可能成为 其股价长期走势中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聪明的你 如何来看待中美关系之下 未来特斯拉的销量呢 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三连点击 我是Mike 下期节目再见